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 东方之星乘船倒扣水中 事发地水深约15米 记者刚刚从东方获悉 东方之星乘船位置已经确定 事发水月水深约15米 船只目前已沉入江中 沉倒扣状 据湖北日报官方微博消息 长江海事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东方之星大型豪华游轮 突浴龙卷风 在一两分钟之内 轻负倒扣在水中 当时船上大多数人都准备休息 因此事故发生时 该船没有向外发出任何求救信号 目前已沉入江中 沉倒扣状 给救援工作造成极大困难 目前 东方之星所属轮船公司 被救起的轮机长旅行社三方 对船上人数说法不一 有关部门正在核实中 沉船事发生在昨晚9时28分左右 昨晚10时许 过晚船只发现江面飘游落水者 并立即报告长江海事局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